上海 长江入海口 一艘载重5万吨的货船正在卸货 船上运载的是驱动这个国家运行最重要的能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同时 中国也在持续推动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 沿江而建的三座燃煤电厂 此时正在全力运转 上海市用电的六分之一就来自这里 冯美中这三座电厂的核心建设者之一 需要这里一流排过去 这八台机组都代表着当时的世界最先进水平 世界上所有燃煤电厂的运行原理几乎相同 锅炉中的水被加热成高温高压的蒸汽 推动气轮机运转 从而带动发电机发电 在这个过程中 气轮机的能量转换效率极为重要 直接影响着电厂的运行效率 三座电厂中最新的一座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 2013年 凭借两台百万千瓦超超灵界机组 实现了276克每千瓦时的年平均供电煤号 打破了丹麦电厂保持的世界记录 这项记录意味着 当年外三电厂每送出一度电 比全国平均水平节约45克标准煤 一年就可以结煤52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0万吨 然而对于冯伟中来说 这一切远不是终点 它的目标是设计一台 全新的气轮发电机组 把电厂供电煤号降低到 251克每千瓦时 这将是一个新的世界记录 无锡透平 国家大型涡轮叶片研制基地 磨断车间里 新型气轮机组的关键部件 正在这里打造 高性能合金刚制成的毛坯件 具有极高的强度和韧性 直径8米的加热炉 将批料精确加热至1133摄氏度 加热后的批料 被送至全世界最大的离合器 是螺旋压力机 25500吨力量的重机 两秒钟的时间 让毛坯一次成型 在这个过程中 叶片内部精力已经发生细化 在经过特定的热处理 金属性能就可以提升25% 锻造好的毛坯件 看起来有些粗糙 但在另一个车间里 很快就会完成华丽转身 五轴联动漱控机床 正在对叶片进行金加工 金加工之后的叶片 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 每一支叶片 都有唯一的身份编号 工程师必须严格按照顺序 把叶片安装到对应轮槽上 涡轮转子 被称作气轮机的心脏 这颗心脏是否足够强健 精密的装配尤为重要 2000多个不同类型的叶片 工程师需要在一个月的时间 完成装配 14级叶片沿轴线方向的 整体误差 不能超过0.6毫米 正式出厂之前 这台气轮机转子 还要经历一次极为严苛的测试 这是亚洲最大的动平衡测试台 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 巨大的转子将模拟蒸汽轮机转子的高速运行 测试开始 30分钟之后 涡轮转速已经达到每分钟3600转 这意味着墨迹叶片顶端圆周转速 已经达到660米每秒 相当于两倍音速 由此带来每个叶片约600吨的巨大离心力 这样的极限测试 对于主轴 叶轮 叶片 都是极为苛刻的考验 测试结束 包括振动浮值 速度在内的各项参数表现正常 这意味着新一台百万千瓦 气轮机低压转子 完美通过测试 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蒸汽轮机 如今广泛应用于电厂发电 和大型船舶驱动等领域 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工业综合实力 今天 中国制造的百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气轮机组 蒸汽温度达到620摄氏度 压力35兆帕 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这台低压涡轮转转转子 将助力冯伟中团队挑战新的世界记录 安徽淮北 平山电厂二期工程 这座由冯伟中设计建造的全新燃煤电厂 已经出具规模 冯伟中团队要在这里 向251克每千码时供电每号的世界记录 发起挑战 此时 刚刚抵达的最后一根低压涡轮转子 马上开始掉桩 转子与钢体的间隙 必须控制在一毫米范围之内 调装完成 三台低压缸转子 构成了气轮机组的低压轴系 传统的气轮发电机组 高压缸 中压缸和低压缸 分布在一个轴系上 为了实现251克每千瓦时的供电每号 冯伟中将气轮机组高压轴系 与低压轴系进行分离 形成高低位分轴布置的结构 这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 在世界百年火力发电史上 从未有过 它实际上是这么去解决的 把气轮机拆了 高温高压部分放到锅炉 靠近一个就是蒸汽连香那里 使得就是大部分的蒸汽 都是就近的载热来回 伴随着高位厂房航车的运行 采用高低位分轴布置的气轮机组 高压缸开始吊装 重达175吨的高压缸 将被吊装到82米高的平台 与锅炉的蒸汽出口基本平行 根据测算 采用高低位布置的气轮机组 比以往减少了将近200米的高温管道 机组满负荷运行的热循环效率 可以达到49% 这让冯伟中团队距离实现 251克每千瓦时 超低煤号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我们中国的资源禀赋 是多煤少油缺气 因此作为我们来说 一定要有战略的这样一种观念 就用好为 让我们要不断地推动其他的效率提升 尽可能地减少它的碳排放 今天中国百万千瓦高效 超超临界机组的运行数量 已经超过111台 这个数字意味着 全世界发电效率最高的燃煤电厂 超过一半在中国 在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理念的驱动下 中国需要更加先进的能源动力装备 都没有想消灭 發生确实实际情 节脑推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